各位錶民你們好 有些錶真的挺神奇的 明明你看起來有很多元素都好像不太配合 但你放在一起 但出奇地你會覺得它又很 fit 看起來這隻錶很吸引 我今天想介紹這隻錶 這個品牌,我以前也介紹過 Square 是1946年瑞士成立 後來被米蘭的公司收購了 所以現在是一間headquarters在米蘭 但有瑞士錶的一間錶廠 Square 成立的時候 都是幫頂尖的品牌做潛水錶殼 例如Tech Hoyer 和 Doxa Square 做潛水錶的歷史和工藝都無從之異 而這隻錶的模特兒是 139 GMT Vintage 顧名思義,它是GMT 有兩地時區的功能 以及是復古路線的 Vintage 剛才也說了,有些錶有很多元素都不太配合 其實以這隻錶為例 大家看到它的復古路線 是40mm錶徑 但其實它的錶位是有22mm的 通常我們看到40mm的手錶 可能的錶是18mm或20mm 但它是22mm的 比較寬 還有 有個上鎖的 標觀,解鎖後 可以調校 紅色的 GMT 針 而且也可以調校日曆 同時,紅色的 GMT 針 很銳利 配合錶面 GMT 的英文字母 所以復古得來 有些很突出的元素 不過它開了日曆 還在白色底 可能有些錶迷 會覺得它既然有復古路線 就不需要加日曆都可以的 而且加日曆都可以做到 跟Dial 更加配合 它現在整個白色,很突出 所以這個未必每個錶迷都能接受到 我給大家看一條錶 它做300米防水 但它不配一條皮帶 當然它有復古路線 不只是拿到潛水 但這支錶是可以拿到潛水 因為有300米防水 底蓋給大家看看 它沒有做透底 機芯是ETA 293-2 就有日曆和 GMT 的 Complications 再看看錶面 戴上7吋的手腕 40mm 錶徑 當然不會很大 雖然它有那麼多 好像不是很配合的元素 但我第一眼看到這支錶 已經很喜歡 因為復古味很重 還有還有夜光 大家看到 包括小時刻度 時分針 和 GMT 針 的末端 都有夜光 所以月時就很清晰 看第二時區時間 都會很清晰 這支錶 細小隻 又這麼精緻 我覺得 平時 Casual 這樣戴 或者你上班 穿襯衣 西裝 其實都無為和感 都可以的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 這支錶仍然有那麼多元素 好像不是很配合 但它看起來整體 其實復古味都很重 很吸引 好多謝 旺角The Wardrobe 借出這支錶給我拍片 除了Squally 之外 它還代理很多手錶 包括我很喜歡的Larco 大家去到設計要跟他們說 看過我的影片 這個頻道 就會有更多的優惠 好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